天王盖地府 咱俩处一处 万水千山总事情 看我到底行不行 哎哟你妈 阿龙 洛洛你好 我都等你好久了呀 你怎么现在才来 不好意思啊 路比较多 这边我也是不熟悉 之前都是别人带 至少等了一个小时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是你阿哥介绍的 你好你好 阿哥还记得吗 我知道 你阿哥也跟你说我了吧 有讲过 有讲过 对 你为什么把我约到这边呢 因为我就在这附近 然后 我感觉这边挺好的 挺好的 不生气吧 让你等这么久 没有没有 那不行 这段话我来请 没事都可以 大气啊 就像你阿哥说的 你的脾气特别好 而且性格特别好 真的很高兴认识你 真的啊 谢谢 上次你阿哥跟我说到你 这个事情都有好几个月了 刚好回来 我说到时候我来 过来看看你 他还让我给你带腊肉呢 谢谢 关键我没带 不好意思 我说到这边吃啥腊肉啊 要吃点海鲜多好 你喜欢吃螃蟹吗 我喜欢吃 走我带你去安排 我很喜欢吃海鲜的 安排 安排 好 你阿哥说你很漂亮 很豐富 没想到 他说的 他给我看你的照片 谢谢 没想到你这照片更漂亮 真的 这边很美 对 这边中山这边就是很美 你为什么选择在宁波上班 你为什么吃螃蟹 吃螃蟹 吃螃蟹 对 这边有海 然后有很多螃蟹 对啊 我们那边好多都是 都去广东 对 很多都在城里面 很多那边 他们说在城里面不单单是打螺丝 最主要的还能遇到广东爱情 是的 是吗 好像是这样 你遇到爱情了吗 我目前好像还没有 没有 你刚说什么 你喜欢吃螃蟹 对 你不也喜欢吃螃蟹吗 我现在带你 我喜欢吃海鲜 那我带你去吃海鲜吧 对 我们这边海鲜很多的 对 我说晚上我来安排 没事 谁安排都可以 我安排都 我现在马上去给你安排 安排什么 螃蟹先给你安排 螃蟹 好那走 让你帮我安排螃蟹 走 走 然后孟孟说要带我去吃螃蟹 我也不知道 哪里有螃蟹 安排 安排 干嘛 拿着 怎么了 这里有很多螃蟹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螃蟹 啊 这里有好大螃蟹的 给你按桌上 哈哈哈哈 一时就到这里面抓螃蟹 对 这都 真的好多泥巴 你可以的 这里也有很多的 你放心 好了 你给我吓一跳 你是生了吧 这个螃蟹太小了 你看看 来安排看一下 这里好多小螃蟹 大爪子 哇 他就要带我下来搞这螃蟹 我以为什么螃蟹呢 踩一跳 我以为他想不开呢 直接把包又甩往里撞 搞了半天抓螃蟹 这里面有螃蟹 对啊 这边好多螃蟹 可惜没带东西啊 这边也不能乱抓的吧 有抓过吗 没有 没抓过 那你怎么突然胆子这么大 我小孩这边你不喜欢吃螃蟹吗 我喜欢自己往里面扎的 搞错了应该我下去的 没事吧 等下我们到那个店里面吃吧 这螃蟹太小了 看这边水多清澈 太不诚实了 大家看到水明明是粉浊 他说清澈 给我带便宜 有点有点 我比较明晴一点 我们正常交点 记住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鹿鹿是哪里的 我来介绍一下 他是四川甘露的 那个地方很没错 我还没介绍 我正式介绍 我叫阿龙 龙根阿龙 对 热心 不高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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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那么有个地方跑过来 没事 大哥都说话了 对 对 最主要是自己想过来 看看 你也喜欢吃海鲜吗 喜欢 你们那边一般不都喜欢吃那个肉的 腊肉 头肉是吧 但我还是喜欢吃海鲜 主要你喜欢吃什么类的 就这么大的大螃蟹 对 螃蟹太贵了 这边比较好安排的 是好安排 这么大价格也很好 我没吃过不知道 那你说你喜欢吃的 我喜欢吃但我没吃过吗 因为那价格太那个了 你也觉得价格高 我也是 我也喜欢吃螃蟹 我都只吃这么大 那咱们今天生死一把好不好 安排 没你都说话了 必须要生死一下 等一下去吃大螃蟹 好的 这个叫 你那发的定位给我 叫什么冰海 海冰公园 这个叫 海冰公园 然后打车等车 因为我们开车开到那边了 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我怎么还没到 我还可以这个 他过去了 我都没到呀 我在这边等的 观念我们那边 车子找个地方停 不然没地方停 然后又打车过来 那边就你一个人吗 没有我跟我姐一起 你姐我也看到了 你很漂亮 是你兄姐 是的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三个 还有一个弟弟 在上学 你弟弟外见 你弟弟个子这么高 是的 他挺高的 挺帅气的 谢谢 你弟弟多高 他应该有快一米八八 对 他弟弟我看他照片了 一米八几的大哥 对 我喜欢打来球 那你们家基因不同 可以 帅 你是有找他跳的 我叫海拔公园的 对呀 我就觉得你弟弟是亲生的吗 我冲发会送的 我送的 您送的 你稍微比他矮一点 矮太多了 不是一点 还好 看起来个子也挺高 原来这太高也不好 不协调 对吧 这几个安慰一下自己是可以的 上次我看你的朋友圈 不是已经到浙江好几天了吗 对呀 我在浙江经常 在那边有点事情 所以 好像今天都赶过了 你今天这边熟吗 熟 只有有的地方熟一点点 听说这边我也来过几次 但是那之前都是朋友干我来的 在这边待了多久 我在这边待一两个月 哪个月 什么 熟不熟 嗯 我家主也不是那么熟 因为不怎么出来 我 从此都上班 对 除了上班 一天就一点两谢 嗯 两两谢 多三脸一天 哈哈 哈哈 有看到吗 经常会刷到 我跟视频上面 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黑了一点 这几天在这边太阳比较厉 晒黑的 经常也看看我的视频 对 经常都看 基本上都会看到 这我听我哥讲 你不是一直都在视频那边吗 对我们那边 对啊 然后我不是出来了 然后就来看你的 然后你有没有去我们那边 就刚刚好 没去吧 那上一次你不会去那边玩一下 我回去的时候 我可以当你导游 带你去那边玩一下 挺好的 上次你那个你哥还叫我去 说要给他宰头出池 对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这样子 对 主要那个猪还很小 把它宰了 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的 在我们那边都习惯了 习惯了 对 你们那边都喜欢宰小猪 给它烤烤吃 对 烧烤 头头肉很出名的 我们那边 吃不来 太灰了 哈哈哈 给你搞一点瘦的 还有那个叫什么爸爸 那个 每个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 洛洛 等一下你几点上班 我今天不上班 我专门请假等你们的 哎呀 我太高兴了 还专门请个假 我哥 我堂哥跟我讲了之后 我就 昨天就已经请好假 然后在这边等你们 昨天就请假了 对 那不要耽误你好几天时间 那没事的 那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没事 你现在肚子饿不饿 我现在还好 但是我想吃大螃蟹了 没事 等一下我们去 让你螃蟹吃个够 好的 你上次 上次因为我在你们那边玩吗 不就遇到你哥了吗 他跟我说过你 当时 本来想去找你玩来着 最后你 他说你要去上班了 对我出来上班了 然后就没见成你 不然我准备 你在那边等着你 等着 这话搞得好干 你旁哥说你至今还是 单身吗 在这没找小哥哥 没有 没有 林波的帅哥不好吗 没 考试挺好的 就是没遇到吧 没遇到 你的白马王王子 哈哈哈 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 没有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对 没有要求就是要求 那不行 我们去吃螃蟹去吧 行 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吗 想想啊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 咱们在网上搜吧 不行 那也行 就逛逛 看哪里有好吃的 我们就去拿 好的 好 好